這是線上視智率的檢測工具 視智量的檢測工具 主要是因為現在找不太到 就是有線上就是開源的 要大家可以自由使用的 那像教育部的視智量檢測 好像也需要老師才可以登入 其實我們一般人想要試用的話 怎麼試用 那我有找到一個 就是它是用簡體中文的 一個線上視智量測試的一個工具 那我忘記我已經在投影片上 那麼它有三種題型 第一個題型是它會給你一個字 然後問你這個字的發音是什麼 你用文化拼音選一個 然後漢語拼音選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它給你這個字 然後問你說 這裡面哪一個是存在的詞 就是有三個故意是寫錯的 有一個是寫對的 你要選寫對的那一個 然後第三個題型是 這邊有四個字 你要選哪一個字是不存在的 那這個是比較後面的題目 這個比較難的 它就是讓你那種 就是視智量比較高的 可能後面檢測這種題目 那麼檢測出來會有一個結果 是你辦案情分是多少之類的 那這個工具其實有幾個缺點 第一它不是開源的 所以我們要再利用 要拿來在其他場合使用 其實有點困難 再來它是用簡體中文的 所以它漢語拼音 其實不太適合台灣使用 然後已經不知道 到底進行哪裡答錯 就是沒有辦法去做改進檢討 這是幾個缺點 那所以我就想中 拿來做一個開源版的一個 最台灣的一個 是自量檢測工具嘛 那目前我找到一些 相關的素材可以使用 例如說像教育部有公佈就是那個 那個常用字 國小學童常用的502 一個是常用字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知道哪一個字的字品 然後再來是教育部字典也有做開放資料 所以教育部字典就 會像下面它會有哪個單字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可以拿來使用的 那再來是 之前圍基那邊有人做一個動態組織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語法產生出不存在的字 所以像這種 三奴光過或不浪漫長這種被造出來的字 OK 就是只要你用語法你被造出來 所以其實透過這三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組出我們剛剛要做的那些 現場檢測的工具 需要的素材 所以這只剩下30秒鐘的那個警告音樂 好 那所以今天提案的目標其實也有三個 第一階段是想要把這個工具做出來 那所以這個工具做出來的話 就可能需要幫助是 大家有沒有一些在教育現場的人 覺得這東西是符合需求的 然後是不是需要調整 然後以及說我們可能要創造一些不存在的文字 給他學生當中考題使用 然後以及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提醒 是教育現場很在用的 那可以把它納入了 那第二階段是 就可以做出登入機制 就是追蹤學生它是這樣的進步程度 那麼可能也希望跟老師合作 說學生很想要從這個 是不是在工具中 能夠了解一些學生什麼樣的狀況 那第三個是說 有個檢測的話 我們後面就可以加強輔導 例如說 學生對哪來是不熟的 那我們是不是能找出 剛好這些字比較多的一些文章 等級又適合他的 可以讓他的閱讀 來增加他的閱讀能力 或者甚至我們可以找出聊天志工 來陪學生一起聊天 那請你盡量用到這個學生不熟的文字 然後讓他訓練出他的文字 了解了解 來 所以我們會給你坑主畢章 還有坑主的很好熱吧 黃色背心 還有一個牌子 還有請下一位Alan 還有一個牌子